莫国连长 战斧下桌回营 请指示 挺光荣啊 全旅都走了 就留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拿了什么呀 这是他们营长 不对 这是他们旅长王晶莹 非得塞给我的茶叶 好茶叶 盛情难缺啊 哎 夏拙啊 我特别佩服你 两个服 我估计你可能是历史上 第一个战服啊 被人送回来手里还拿着礼品 第二个服呢 一场演习 红蓝双方你说都没抵进战场 被服一个 第二个服 特别服 连长 这是一场演习吗 是啊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咋的 不相信你 你就擅自逃跑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的警告处分已经通报了 没事 连长 人本来就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 承担一切后果 你真得罪啊 行了 因为你研判证据 所以准备给你一三等功 报到驴里许 几等功 三等 连长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说没必要没必要啊 你让我 给我气死啊 不是你能决定的 给我上去 臭小子 你能有机会 我真给你一个储号 我去